俄厂减持京东股份 说句好听的 这叫懂中国智慧 遥想过往 腾讯这个庞大商业帝国的崛起 并不是像很多人想象的那样 充满湿山血海的征伐 而是你好我好 大家好的投资 通过投资 俄厂做成了互联网的水和电 只要你上网 就免不了要和他打交道 忘掉山寨抄袭的老印象 也忘掉他仅仅只有QQ 微信和王者荣耀 这只摊太可蓄的企鹅 企鹅早就已经不是一家单纯的互联网公司 投资才是他隐秘的身份 他投资的领域涵盖了游戏 视频 社交 阅读 电商 以及教育企业服务 医疗等等 无所不包 渗透进了我们生活衣食住行的各个方面 靠着买买买 企鹅再造了一个自己 他投资的企业所新增的价值 早就已经超过了企鹅本身的市值 今年三季度 企鹅67%的收益 都是来自麾下的小弟们 收益净额高达265亿元 相比去年全年的43.5% 又一次创了新高 说起鹅厂投资帝国的搭建 离不开那个曾经让小马哥 恨得牙痒痒的男人 红衣大袍 周红衣 2010年震惊互联网的3Q大战爆发 双方两败俱伤 留下了一地鸡毛 舔市伤口的小马哥 脑中冒出了一个念头 每一个赛道 每一个应用 是不是都得我自己做呢 一年之后一栋互联网大风呱吉 眼看市值被百度碾压产品 被微博吊答 在一次内部的总办会上 小马哥望着在场的16位高管 抛出了一个直击灵魂的问题 我们企鹅的核心能力到底是什么 16个高管当场作答 签订了两个答案 第一个是流量 另外一个就是投资 流量我们最好理解了 当年有多少人彻夜挂机 是为了升级自己的QQ等级 又有多少人通过QQ千里因缘一线签 毫不夸张的说 QQ这款社交软件为80后门 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对于投资呢 据说是企鹅公司的总裁刘赤平的主张 同样的是基于3Q大战的思考 钱我有流量我也有 这干嘛非要偷袭 哦不 是抄袭 辛苦半天被人骂不说 还到处树敌 我买下来不就完了吗 老刘的想法呢 说到了小马哥的心坎上 没多久呢企鹅就成立了战头部 由老刘亲自挂帅 恰好这个时候呢 早几年被鹅厂收购的那个电子邮箱 Foxmail的团队 搞出了一个比QQ还厉害的软件 那就是威信 尝到甜头的企鹅是一拍大腿 投接着投 那从这一刻开始呢 鹅厂的大船转舵 通过资本的力量广结良缘 同时利用自己独特的流量优势 低价获得很多初创企业的股权 形成牢固的结盟关系不断的加宽自己的负成 而在另一边财大气粗的杭州马也正愁钱没处花 在接下来的数年 阿里投资微博企图瓜分微信的流量 投资优酷土豆 扮腾讯视频的脚 投资快低 抗衡鹅厂投资的滴滴 投资饿了吗 追杀叛逃到鹅厂的美团 那鹅厂呢 这也不是吃素的呀 你电商做的大天下没敌手是吧 我投资老二京东来怼你 你投资了苏宁 想扯京东库管子是吧 我再投拼兮兮来回你 你还投资银泰商业三江购物搞线下是吧 那我就投永辉超市 加勒福万达来围剿你 阿里的根基是电商 本质是做生意的公司 是流量的终点 需要别人给阿里来引流 最后到阿里的系统来完成交易 但是鹅厂的根基是社交 它不缺流量 所以呢投资风格相对比较的佛系 很少干预被投的对象的日常经营 也从来不强迫对方 融入到自身的体系当中 所以我们就看到了 鹅厂呢很少全面并购 就算并购了 也会尊重对方的独立性 也正因如此 那些被投企业创始人 对企鹅的投资就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瓜子二手车的创始人杨浩勇说 企鹅是友好的 长期的财务投资人 不过呢在自己的主营业务上的企鹅 又是另一番的作风 特别是在游戏这个赛道上 数十年磨一剑 Red Games呢是一家2006年成立的 美国网游开发商 国内游戏爱好者们俗称它为 拳头公司 代表作是英雄联盟 早在2008年鹅厂呢就投资了它 持股份额超过了两成 2011年的时候 鹅厂索性豪制16亿 发起了并购 持股92.78% 四年之后呢 企鹅又收购了所有剩余的股份 也就是在这一年 鹅厂天美工作室 推出了同类型的 MOBA手游 王者荣耀 即便王者荣耀的玩法 机制和主题 和端游英雄联盟是一样的 但是没有人站出来说鹅厂抄袭了 因为拳头公司 已经被企鹅一口吞下了 一年的时间 英雄联盟就超越了魔兽世界 成为全球最大的电竞游戏 企鹅当年大赚90亿美元 小马哥骄傲地向外界宣布 我们最成功的是 投资美国的Red Games 做了LOL 纵观鹅厂的游戏版图 国内外大部分 有头有脸的游戏公司 或工作室 都能够见到企鹅的身影 从2016年 赤字86亿美元 收购芬兰手游开发商 Supercell 到2020年 主导斗鱼虎牙合并 再到今天投资 SEA成长为千亿美金公司 截至目前 鹅厂收购和投资了 多少游戏公司呢 答案是高达150家 其中经年上半年 企鹅就出手投资了43家 换算一下 平均每隔4天 企鹅就投资了一家游戏公司 通过投资 鹅厂巩固了自己游戏赛道的霸准地位 当然 也有想娶回家 却热脸贴了冷屁股的公司 比如 米哈游硬钢鹅厂拒绝被收购 也有出师不利的时候 比如领头原辅导 VIPKID 新东方在线等等 P12教育 双减的重锤之下 普加大跌 也有看走眼的时候 比如说投资P2P投入平台 人人带 最终血本不归 投资就有风险 但鹅厂十余年的战绩 足以辟泥天下 在全球一共586家独角兽的公司当中 鹅厂投入了将近十分之一 高达52家 而在众多的投资项目当中 光今年上半年IPO的就有13个 仅次于红山与高岭 一手有钱一手有人 一手还是个好爸爸 一座庞大的鹅城 就这样建立了 躺平在投资的美差上 鹅厂不是没有被质疑过 缺乏产品能力和创业精神 2018年 一位知名的媒体人 洋洋洒洒的写了片万字雄文 站出来说 你起了 没有梦想 在舆论的巨浪下 小马哥坐不住了 表示虚心接受批评 解释说 把不核心的不专业的项目 通过投资 交给其他更适合的团队去做 才能将资源利用和效益最大化 如今三年过去了 企鹅依旧没有经验的新产品 如果说今天你还要问 企鹅的梦想在哪里 这个时候小马哥们 有了更加合适的答案 元宇宙是一个值得兴奋的话题 我相信企鹅拥有大量探索 和开发元宇宙的技术和能力 毕竟当前最火的元宇宙公司 Roblox和Epic Games 人家腾讯都是不够 关注小瑶 说你听得懂的商业故事和观点